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算是高难度的问题 这是民国91年联考最难的四个题目其中一题 基本上现在大火中心命题的规划 有60分基本分 20分中难度 20分高难度 像这个就是归类在20分高难度的问题 这个题目算是相当相当的难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为什么难呢 其实它比较复杂一点 它说如图12所示 一个边长是H的正方形线圈A 好 那我们先简单看一下这个图 现在这里有一个怎么样 有一个正方形线圈A 好 那现在固定怎么样 悬掉 那现在它说电流I固定不变 那用两条长度横为H的细绳 禁止悬挂在水平长直导线CD的正下方 那最初呢 通过导线CD的直流电流是0 两细线的张力是T 好 当通过的电流是I 两细线的张力降为AT 那当CD上的电流叫I'的时候 好 这个细线的张力正好为0 好 则它现在要问你什么呢 好 它现在要问你说 那CD两点的电压分别VC VD 则下列选项何者正确 第一个就是电流I跟I'的比到底几比几 那电压这个电压差 就是电位差呢 到底是正还是负 好 那要你选怎么样 选一个选项 好 各位 这题目呢 这题目的叙述看得懂吗 好像完全看不太懂 那怎么办呢 各位 考试的时候你要先看 这个题目是属于哪一个 这个范围的问题 这个题目某种程度来讲 它是属于一个力学问题 那力学问题怎么做呢 好 那就乖乖的按照力学分析的三个步骤 选择适当的受力物 分析受力化出力图 分析力造成何种 结果列方人士 那个时候老师那不是白烂的说法吗 可是呢 这个我们以不变应万变 题目不管怎么变 这个万变不离其中 那基本上就要找出这个最核心的概念 所以选择适当的受力物 各位 我就选怎么样 我就选这个长方形的线圈嘛 它受什么力呢 第一个一定有重力啊 那有接触就有力 没有接触就没有力 这里跟绳子有接触 所以这里有个张力T 好 那一开始叫做 往上叫2T 往下叫做MG 各位 这是一开始没有通过怎么样 没有通过电流的时候 他说呢 这个最初怎么样 最初通过导线CD的电流为0 那两细线的张力为T 所以到这里我就可以列出怎么样 列出第一个方法是 就是往上2T往下MG 好 可接下来好戏上场了 如果现在通以怎么样 通以电流呢 那题目其实有个关键字 他说如果通以电流I跟I'的时候 这个张力其实会怎么样 会降低 那其实这个题目呢 在选项中 他第一个呢 第二个他要考你说 这个电位差 VC减VD 正还是负 那简单说 他就是要问你说 电流到底是从C流到D 还是D流到C 那有两种不同的方向 那怎么办呢 好 那这里呢 我们也条件不足 所以我们只能够用一个方法 就是来猜猜看 这电流到底是往左还是往右 好 那我们先猜往左好了 各位假设现在电流怎么样 电流往左 那这个时候你要先用怎么样 先用这个右手螺旋定则 比比看 这里磁场到底向哪里 那我们前面其实有讲到 你要分两个步骤 谁建立磁场 谁受力 各位CT导线在这个地方建立磁场 这个方形线圈怎么样受力 所以现在电流如果往这里的话 这里底下磁场是穿出 穿出 CD电流如果是往这样子的话 这里底下磁场穿出 好 穿出以后 接下来第二个动作 就是用安培力去比他的受力 各位 假设这个电流怎么样 电流是往这里 磁场穿出受力是向上 那这里电流往下磁场穿出 受力向左 这电流往上磁场穿出 受力向右 那左右这两个一定是怎么样 一定是抵消 所以关键在上下这两个 好 上面这里呢 电流怎么样 电流往左 那这个磁场穿出 受力向上 底下这个的话呢 就会变怎么样 就会变成 好 电流往右 磁场穿出 受力向下 来 各位 那我们前面其实有做过类似的问题 今天这个力向上 这个力向下 这两力会抵消吗 事实上是不会的 而且怎么样 而且这个力一定比较大 好 为什么这个力比较大呢 因为它距离CD导线比较近 这里磁场比较大 而这里磁场比较小 所以这个力应该比较大 而这个力应该比较怎么样 比较小 各位 如果这个力比较大 这个力比较小 这样子才能够帮助怎么样 帮助这个导线呢 这个张力降低 所以呢 那我们好像可以 已经笃定一件事 电流是从D流到C 因为如果是反过来流的话 这个力会反方向 这个力反方向 那如果这个力又比较大的话 那这个张力不会降低 各位 题目是不是告诉我们说 张力降为怎么样 张力降为 这个AT 张力降为AT 而且它要特别强调说 这个A呢 它一定在0到1之间 避免说张力降为AT 那外A是2怎么办 那不是又变大吗 那这样题目本身与一会矛盾 所以它没有 这个张力就是AT 而且A一定比1还要来得小 所以它是降低 所以显然各位 根据我们怎么样 根据我们这样子的判断 电流一定是从右边流向左边 这个力比较大 而且它向上 这样才能够减少怎么样 减少绳子张力的负担 好 那这样判断出电流方向以后 我们还是得要做一件事 就是要劣势去算 劣势算 那怎么做呢 各位 一样选择适当的受力物 选这个线圈 选择受什么力呢 往下是不是重力 那往上怎么样 往上有这个绳子的张力 还有往上一个磁力 往下一个磁力 那我们这样写向上等于向下 向上呢 有ATAT两个2AT 那这里还有一个往上的磁力 这往上的磁力多少呢 各位安培力 叫做IL cross B 好 那现在呢 这个电流呢 叫做I 那这个长度多少 这个长度叫做H 因为它说 这是一个边长 是H的正方形 所以这个长度是H 那磁场呢 好 这个时候我们前面 在怎么样 在这个三种怎么样 三种基本的磁场就有讲过 无线长直导线的磁场 还有圆线圈 螺线管 这三个一定要背 无线长直导线 在这里建立的磁场多少呢 各位 因为现在这里是H 这里是H 这是H 好 这个H H正方形 这个距离也是H 所以你现在距离CD导线H 所以我们直接带 2πH分之μ0i 各位 但是你要注意一下 现在CD的电流呢 叫做小写的I 好 那现在这个方形线圈呢 它电流叫大写的I 这一题难就难在 它的符号有点复杂 好 各位 在静下心来 其实也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的可怕 你现在呢 再稍微整理一下 往上是不是at两个 好 往上还有一个这个磁力啊 那磁力是不是叫ilb 这I乘上H乘上b b带无线长直导线 2πH分之μ0i 好 这是往上 往下呢 当然有重力啊 往下这里还会有一个怎么样 这一段还会有一个磁力 所以呢 mg往下 再加ilb 好 i乘上H乘上 来磁场 各位 现在呢CD导线距离底下 因为这里H这里H 所以整个距离是2H 整个距离2H的话 来 各位 这边的磁场叫做 2π2H分之μ0i 好 各位看懂吗 这是我们得到的第二个怎么样 第二个力学的方法是 你现在分析这个线圈 对不对 往上呢 张力 磁力 往下重力 磁力 好 往上是张力 这个磁力 往下是重力 磁力 那磁力带ilb 这个ilb 那一个是2πH分之μ0i 一个是2π2H分之μ0i 各位 你要耐心 好 把这个力图画出来 试列出来 好 再忍耐一下 那题目呢 好像已经忘记了 好 那我们再回头呢 再来看一下 他说呢 怎么样 当张力呢 CD电流是i的时候 张力降为at 当CD的电流叫i'的时候 张力正好为0 好 所以我现在要列出怎么样 列出第三个力学的方式 画出第三个力图 各位 如果现在电流叫i'的时候 张力刚好是0 张力刚好是0 所以往上只剩下这个磁力 往下有重力加磁力 来 所以我这样写 往上呢 张力是0嘛 那磁力叫做ilb iH 好 现在呢 一样 CD导线 距离这一段的距离是H 好 所以他叫2πH分之μ0i' iLB B是2πH分之μ0i' 好 往下呢 重力 还有这个磁力 重力 好 再加这个磁力 iH 2π2H分之μ0i' 来 各位 其实你不要把它怎么样 不要把它想到说 哇 这题目好像 这个难道做不出来 其实这题难是难的 它比较复杂一点 符号比较多 好 这个要想的步骤比较多一点点 好 各位 这是往上等于往下 这个也是往上等于往下 那我们的目标是要解除什么呢 各位 这题目到底要解什么 题目是要解除i跟i'的比 那刚刚电流我们已经判断出来了 好 那i跟i'的比 那怎么算呢 那我们必须要把刚刚得到的这个方案是呢 稍微把它整理一下 各位你有没有注意到 这里有i 这里有i 那这里有i' 这里有i' 那我们应该要先把它们移动到什么 移动到同一边 就是i的都归到同一边 不要再等号左右两边 i'也移到怎么样 移到等号的同一边 好 可是这里呢 我们还有一个东西要把它换掉 也就是题目并没有告诉我们mg 那我们在一开始列出来 第一个最简单的方案是mg是不是等于2t 所以呢 这mg等于这2t 这个2t把它换掉 好来 各位 那这两个式子 这个式子的左右两边 怎么整理呢 其实你不要把它想得太复杂 你有没有注意到这里是2πh 这里是2π2h 所以也就这一项 其实只有这一项的一半 好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呢 移到怎么样 移到左边来 这个移到等号的这一边来 对不对 这2t把它移到怎么样 移到右边去 好 所以呢 我们把它整理一下 这个时候它就会变成多少呢 变成i h 好 2π2h分成mg0i 各位就等于怎么样 等于把这一项 好 移到等号的左边 就是这一边来 那2at移到右边去 那mg叫2t嘛 好 所以这里变2t减掉2at 那把2t提出来就是1-a 好 看到吗 这个没有你想那么复杂 各位 2at嘛 好 移到右边去 mg就是2t啊 所以2t减2at啊 那就是2t提出来 1-a 好 这是第一个式子的整理 那第二式子的整理呢 其实也是怎么样 也是一样 好 这个没有很复杂 你这里2πh 这里是2π2h 来 一样 把它怎么样 把它移到等号的左边 因为这一项是这一项的一半 那减完之后就刚好是什么 刚好是这一项 好所以这里变成是 i h 2π2h分成muling i' 好 那刚刚这个mg就等于多少呢 这个mg就等于2t 好 来 各位 所以这两式子整理一下 那我们自然就可以把怎么样 这个有i的移到同一边 有i'移到同一边 这题目就是要解i跟i'的比 各位 i跟i'的比多少呢 那就直接两式相怎么样 两式相除 所以两式相除 你们注意到 i h 2π2h muling全部都消掉 这个2t也消掉了 所以答案呢 变得很简单 i除以i' i除以i' 就等于1-a除以多少 除以1 解完了 所以答案就多少呢 答案就选D选项 这个i跟i'的比就是1-a 各位就是1-a除以1 那答案就多少 答案就是1-a 所以答案选什么 选D选项 好 那你看老师做 就觉得说 哇 这个式子怎么好像还蛮复杂的样子呢 那等一下我当然希望你再怎么样 再讲一张力图要画三个 一个 两个 三个 式子也要把它列出来 可是呢 如果我们从头再反省一下的话 你会发现 这个题目其实怎么样 其实某种程度来讲 它只是一个怎么样 只是一个力学分析的标准步骤 为什么呢 你这样看 一开始没有通怎么样 没有通电流的时候 没有通电流的时候 重力跟张力相等 那一旦怎么样 一旦上面的这个CD通以电流以后 这个线圈会多受磁力 那也是往上力等于往下力 往上力等于往下力 那磁力叫ILB B必须要利用到前面学到的公式 叫做2πr分之μ0i 对不对 好 只是呢 这个列势上好像比较复杂 要考虑比较多的力 对不对 那最后呢 我们化解以后 答案其实也怎么样 答案其实也蛮简单的 好 所以这个题目 其实也是考大家 有没有耐心 你有没有耐心 把这个力图画出来 把方程式列出来 把i跟iPri把它算出来 这是民国91年的 所谓四题 难题的其中一题 那其实这个题目 也没有说难道绝对说 啊这个我们看到题目 完全不小的分析 只是你有没有那个耐心 你有没有那个信心 去分解出来 好 不过呢 最后我要提醒大家 一件事情就是 其实这个题目 我们可以用我们前面 一贯的做法 其实我可以很快速的 把这个题目把它做出来 考试的时候 一个原则 你要先想办法 把题目看懂 这一题怎么做最快 你知道吗 来我告诉你 使出杀手剑 平常不前使用这一招 一使踹对方会下的屁股尿流 落荒而逃啊 那答案是带数字 怎么带呢 来各位 如果你看懂这个题目的意思的话 你看懂这个题目的意思的话 来你仔细体会一下 那题目呢 他是不是说了 一开始怎么样 你知道吗 各位我们这样看 好一开始如果怎么样 这里没有磁力的时候 各位一开始这里没有磁力的时候 好这里没有电流的时候 那基本上往下是不是mg 往上是不是t 他说如果这边通以怎么样 通以电流的时候 通以电流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呢 他怎么样 他会这个张力降为怎么样 张力降为at 好来各位 如果现在 如果现在 他说这个叫at对不对 那我带数字嘛 那既然at a他并没有怎么样 这个他当然说 这个a怎么样 在0到1之间 那题目的要求了 那分析 这个我就怎么样 我就这个耍白烂 我就令怎么样 我就令这个a等于1 各位 什么叫at的a 令他等于1你知道吗 就是说如果at 那如果a是1呢 a是1的话 这里是不是变t 这里是变t 那tt不就回到原状态了吗 各位 如果a等于1啊 a等于1 那这里不就变tt吗 那不就这个图了吗 那如果这是t 这是t 那就表示现在的电流 一定是多少 一定是0 如果这个电流是0的话 各位 那i除以i'一定也是多少 你知道吗 一定也是0 因为你的分子是0了吗 所以如果a等于1 那i一定是0 那i如果是0的话 i比i'一定是多少 一定是0 那你看回到这个选项 五个选项 各位 那哪一个呢 是a等于1的时候 各位 a等于1的时候 这个比值等于0的呢 好了 你再看一次 如果这个1 这个比值是2 如果这个1 比值是2分之1 如果这个是1 比值是1 如果这个是1 比值是0 如果这个是1 比值是怎么样 比值是1 好像只有d选项 a等于1的时候 这个比值多少 0 所以答案就怎么样 答案就直接选了 带数字的话 答案就选d啦 那马上就解完了 对不对 好 来 各位仔细体会一下 这个也算是一种怎么样 一种这个高端的这个解题技巧 什么意思你知道吗 各位 他说这个叫at嘛 那原来怎么样 原来cd没有电流的时候 这个是不是叫t 所以我就干脆直接令a等于1 如果一负 如果嘛 假想嘛 假想a等于1的话 那不是回到原来的图吗 回到原来的图 这里没有电流啊 所以这里电流应该是0啊 如果这里电流0的话 0去除以i' 那答案一定是0嘛 也就是说 当a等于1的时候 这个比值一定是多少 一定是0 各位 你发现这五个选项里面 只有怎么样 只有d选项 a等于1的时候 这个结果比值才会是多少 才会是0嘛 对不对 所以答案就直接选怎么样 选d选项 好 你说老师 你确定一定是d吗 那你不需要验算一下吗 对不对 好 那我们来验算一下好了 各位 如果怎么样 如果他说at 对不对 at 那如果现在at嘛 那如果a是0呢 各位 刚刚我们是不是带a等于1 刚刚前面这里是a等于1 是不是回到原来的图 可是题目说呢 如果怎么样 如果这个叫i'的话 那张力不就刚好是多少 升值的张力不就是0吗 各位 如果at的a等于0 那这个0这个0嘛 那就表示现在的i 一定会等于i' 各位 如果这个是没有张力 那不就得到第三个图吗 刚刚我们列试了第三个图吗 好 如果a等于0 i一定i' 那i一定等于i'的话 那i比上i'一定是1 各位能体会吗 如果怎么样 如果这个等于0 那不就变第三个图吗 如果这个是0 没有张力不就是第三个图吗 那也就表示现在的电流 一定要等于第三个的i' i比上i'等于1 好来验算回到刚刚怎么样 刚刚这个 你看如果a等于0 这个比值多少 这个比值是1 没错 你看如果a等于0的话 这个比值是1 如果怎么样 如果a等于0的话 这个比值是1 经过我们怎么样 经过我们这个交叉验算以后 发现答案对 答案对 这也是一种怎么样 这也是一种解题的方式 就是带数字 那民国91年指考 我去解题的时候 这个题目我看到 我就很高兴 我就带个数字 对不对 果然马上怎么样 马上这个答案就选拽了 好 其实他就告诉你说 关键就在于 刚刚这个力学分析的 这三个图 好 第一个图 第二个图 第三个图 这三个图彼此之间的关系 那我利用带数字的技巧 好 让中间这个图 如果等于第一个图 如果等于第三个图 第二个图 如果等于第一个图 等于第三个图 好 那这样子i跟i'的比例呢 我就可以把它算出来 好 这也是一种 一种方式 就是利用带数字的方式 我也可以把这个答案 怎么样 解算 好 不过后面这里提供给大家 提供给大家 这个额外的参考一下 不过我刚刚讲 其实当你联考 那你看到这个题目 你要带数字 我想是必须要有 相当大的信心 必须要相当大的自信心 那如果没有这个自信心的话 那我想还是按照 力学标准的分析的步骤 选择适当的受力物 分析受力化出力图 分析力造成何种结果 力方式 按照这个标准的力学步骤 那我们一样 可以把这个问题 把它怎么样 把它解出来 好 所以呢 这是所谓民国91年 这个四题难题的其中一题 那只要怎么样 只要你有耐心 只要你有信心 这乖乖的怎么样 乖乖的力方式 我想应该也是做得出来的 所以等一下再讲一讲 三个力图 你要画画看 对不对 三个方程式 你都要把它列出来 而且呢 要很有耐心的 把这个方程式 再整理一下 得到怎么样 得到最后的这个答案 好 那我想这个考试 也没有想象中的说 难道说完全都怎么样 完全都没有办法分析 就考你怎么样 考你是不是真的有信心 真的有耐心 好 所以等一下 我希望再讲一讲 自己做一次 不懂的部分 再随时回来看 影片的解说 我们下期待会儿的观看